這個負責必買的項目 如果你自己是喜歡穿西褲的 可以選一個特別的顏色 如果你說不是 看這款項目很漂亮 選一個穩固的 當然是黑色的 這個布置一定是不能挑剔的 剛才都示範了 打完結扯行 一陣子 我想分幾分鐘 我沒有可能去計 扯實了之後 放出來其實你看到是無痕的效果 是水罪感很好 它抗皺的能力是很強的 一個布料 漂亮的西裝料 它的設計除了是西褲的版型之外 它的腰圍也有少許細節 半象筋腰 另外還有中馬大馬 我現在穿的是細馬 一共三毛馬 我現在示範的是細馬 後腹再有象筋腰 前腹的位置可以像我現在這樣配襯 然後就展示一些層面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穿的淺色 是橫色來的 橫色來的 你可以看到都很實色的 真的都不透 嘿 都可以了 這個布料也是有彈性的 非常非常舒服 垂墜感很強的一個褲款 版型都很漂亮 沒有理由你用這麼漂亮的 如果版型不漂亮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非常推介 剛才我也有示範黑色的時候 也有襯一個比較型格的紳士鞋 其實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單襯一個比較女性的造型 如果你想 我會當這個褲是非常白搭的褲款 我不會當它是白搭的西褲 我會當它是白搭的褲款 多於當它是一條小褲 因為我覺得它這條褲的襯出來的Style 一定是Modern 只是襯斯文的單品 一定是 因為剛才我襯一個比較Casual的造型 雖然是展示不到這個位置 但它整個版型都是非常有Style 舒適的沒有強 襯的鞋也沒有挑剔的地方 那是視乎你想襯什麼的Style 如果你真的想襯Lady一點的 可以像我這樣展示這個細節的位置出來 而不襯也不要覺得曬 因為它這個褲款本身優質的程度 真的超越你所想像的 是非常舒適的一個西褲 其實見到也覺得很舒服的一個版型